暑假來了不少民眾 趁著疫情趨緩往外跑 又有過濾補助加持 更提升大家趴趴造意願 只不過旅遊達人布萊恩 臉書上貼出網友經驗分享 本來想趁月底到澎湖玩 先詢問雙人房房價 業者說一晚一千六 網友決定下訂 並強調使用國旅補助 沒想到業者秒改口 申請是一千八百元 雖然旅遊達人沒有指名是哪間民宿 但實際來到澎湖 在地旅宿業者卻通通否認 表示一切遵照政府規定 但這種惡意漲價狀況 讓旅遊達人早就見怪不怪 因為去年有國旅補助時 也曾發生過 通常那種五星級的酒店 他們比較有 知識化的一個定價的策略 所以就不太不太敢這麼做 那優惠是不是可以併用 也應該向消費者說明清楚 把訊息也要揭露非常的清晰 讓民眾窒息 避免引起消費者的誤會 如果業者唯一規定惡意漲價 各地方政府將會依個案裁罰 民眾出門完前 得事先做功課睜大眼 以免成了冤大頭 在內情文中 周圍 溫婉與樓佩 於台北澎湖採訪報導 裡面和鬼進行 記得還有成功嗎 兩天 第一房東 第一房東